台湾现在的军人更有口福了 最近军方重金打造了全新的野战厨房车 在这部车上面的厨房装备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一次可以烹调300人份的餐点 官兵们在野外也可以随时随地用餐 太阳这么大天气这么热 党国兵的朋友们都知道从野外要走回营区吃饭 是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不过没有关系国防部现在准备最新的秘密武器 野战厨房 让弟兄们在野外操客一样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野战厨房车辆造价400万 长得像电影变形金刚的野战厨房车 所以一般厨房看得到的厨具它都有 像是排油烟机 柴油火炉 蒸笼 冰箱 咖啡机 流理台 绿水器 还有专门处理油烟的静电处理机 相当专业 不论煎煮炒杂可以提供300人大快朵頤 四菜一汤一饭的餐点 两个小时可以完成四菜一汤一饭的作业时间 然后可以供300人来用餐 那先前的洗切菜的作业时间大约两小时 如果有野战厨房车到不了的地方 没关系 国防部也准备了野战加热便当 不用任何加热器具 只要使用像暖暖包一样原理的加热包 官兵弟兄就可以享受到热腾腾的便当 而且菜色相当丰富 有东坡肉 法式鲜菇鸡 黑胡椒牛腩 还有素的麻婆豆腐 完全超越过去占备口粮的等级 超练一整天有热食吃相当不错 能洗个热水澡就更完美了 国防部还有新法宝夜战沐浴机 可以同时让20人享受热水澡 能够洗个热水澡感觉应该顿输 晚上应该可以睡得很好 随着国勋这些新装备的加入 看来现在当兵似乎不再是一件苦菜式 记者张室 陈宝罗 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